我们看这题目 已知由于双曲线的焦点坐标为012 0-12且贯轴长为10 是由此双曲线的标准式 那么首先这两焦点我们标示在这里 一个是012 一个是0-12 那么这是一上一下 所以这双曲线为上下形的双曲线 那么两焦点的终点这是双曲线的中心 所以我们可以求出这中心坐标为00 因此这双曲线是上下形的双曲线 然后中心坐标是00 所以这标准式的形式为 这是y平方-x平方 这等于1 这里要填入a平方 这里要填入b平方 那么以知贯轴长为10 所以呢2a是等于10 所以a是等于5 a平方是等于25 我们这里要填入25这个数 那么中心到一焦点的距离为c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这c是等于12 因此c平方 这等于12平方 这是144 那么b平方 是等于c平方-a平方 所以呢我们用144去减掉25 那么我们得到这是119 所以这里我们要带入119 这个数 因此呢我们就算出 这双曲线的标准式为 25分之y平方-119x平方等于1 这个答案